順便講講美斯,美斯就說退出國家隊 其實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決定呢? 很多猜測,其中一個就是他射不入12碼之後 隊友是沒有一個去安慰他,他只是自己坐在那裡 他可能會覺得射12碼,射失那個一定可以得到球隊的安慰 或者球員的安慰,為什麼你不安慰我呢? 是否因為我是美斯呢?所以我射不入就是沒得原諒呢? 但這個講法也有可能是因為美斯他太失望 對自己的指責太大,所以自己走開了 所以是很難這個講法可以完全成立的 我認為,我自己認為,其實你留意一下 其實美斯這個決定,大家都可以說到 就是世界祝壇那個,新秀那個,湧現那個 地區,什麼國家或者什麼地區的地方 是會湧現多些的後起之壽 因為其實呢,阿根廷呢,其實是完全是青黃不摺的 其實美斯自己看得到的 後面的球員是幫他不到的 而我以前也在一四世界盃講過 其實阿根廷要拿世界盃,不是要靠美斯的 是要靠美斯領軍,但是要再有一班後起之壽 他就湧上來,是跟著美斯這樣踢才可以拿冠軍 不可以靠美斯領軍,因為美斯身邊的球員是太差 美斯身邊的球員是希古恩,阿古路 阿古路是沒有狀態,長期踢阿國家隊沒有狀態 迪馬利亞長期上,即是可以說身邊是沒有人幫 那怎麼辦呢? 美斯因為他看得到,所以他都覺得 我就算等多是一兩年,我都不會有什麼成績 當時如果這樣想,是有點消極的 但其實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因為阿根廷真的沒有人幫到他 他也是覺得永遠靠他一個人 對阿根廷的未來也是沒有好處 所以作出了這個決定 有人罵他,有人等等 但我覺得這次他這個決定 除了情緒的影響之外 其實真的有些是天亡他也 因為真的沒有人幫 你可以看到,其實現在 阿西都是面對著一個這樣的情況 就是真是青黃不接 究竟為什麼會這樣呢? 而歐洲那邊的球隊永遠是人才杯出呢? 其實你可以留意到他們下一代新移民的流向 你猜到那個國家 究竟他後面有沒有再多些的人 因為其實呢 你絕對是需要有新生代 才會有人 首先有勞動力 有勞動力才會有天才的球員出現 你不是足夠的基數 你很難撞到或者撞到一些好的球員 那你見到德國呢 他收到很多移民 一路都是收到很多難民 很多移民 其實這些難民和移民 就是供應到他國家 很多不同種族的球員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球員可以供應到的 例如謝路美保定 例如歐爾斯 這些球員全部都不是德國的 保定是加納的人 而歐爾斯是土耳其 另外還有很多都是波蘭 或者其他種族的球員 在德國裡面 是拿了一輩子世界一杯 你可以見到就是 阿根廷和巴西 他在八九十年代 風魔足球壇 因為當時二次大戰之後 有很多歐洲的難民或者移民 是湧去這個美洲 當時阿根廷是有德國、英格蘭、歐洲的難民移民 湧去阿根廷 所以你見到阿根廷有很多都是白種人 而這些球員 也都是大部分 最後是成為阿根廷國家隊的重心 你會見到 八九十年代阿根廷是人才輩出 巴西因為巴西也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球員 是在巴西裡面 有很多移民進入巴西 巴西擁有著全美洲最多人口 所以他們撞到球員的機會 都是比較大的 但當沒有戰爭的時候 就會沒有移民 湧入這個美洲 在下一代我們見到就沒有人了 所以你會見到如果你的國家是不吸引難民 或者移民進入 你的國家隊未來就是一片慘淡的 而這個德國我認為 他將會繼續成為 未來二十年三十年的 統治足球的國家 因為他有很多的新移民和難民 是繼續湧入德國 而德國是肯收的 所以未來的大世界 德國可以說是一時無量的 而這個因為阿根廷巴西 他們的政局和經濟是不好的情況下 你會看到他們將會很少新生代出現 他們也會繼續清黃不接下去的 所以未來的大世界 足球應該在歐洲那一面 美洲那一面可能是成為歷史的 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其實是很不樂觀的 以前的球王是比利、馬當拿 但現在可能之後出現的 不會再在美洲那一面 不過美洲那一面始終有個好處 就是他們當時混合過一些歐洲和美洲的球員 其實一混合過 又是有一些很好的法學作動出現 所以才出現美斯那些球員 看看他們美斯下面那一代的球員 還會不會出到 但始終已經是要靠自己本身的國民的下一代 沒有新一代的人難很多 所以美斯這件事我們可以看到 未來祝壇的世界其實已經是吹了第二個風 到最後我覺得美斯其實是年輕的 如果這麼幸運 阿根廷後面有一兩個好球員 入回來或者上島來接班 馬當拿勸一下他 他可能會好像06年的斯丹復出 大家可以繼續看看美斯 我覺得他復出的機會是有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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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